时值南半球冬季 一带在印有来自台湾的爱 字样的爱新米抵达非洲 这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农委会 农粮署捐赠的 透过佛教慈激基金会 在南非慈瓦里发放 不少当地民众带着孩子 等待领取物资 期盼能度过寒冬 现场将近200名巨公 不分种族都为南非 屁股献你的心力 并唱颂歌曲带动手语表演 助南非代表周围中 自去年9月履行后 这次是他到任后第一次参与 能亲手将白米送交平补手中 内心十分感动 而7月18号是南非前总统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曼德拉百岁名单 全国各地以不同形式 展开慈善活动 借以向伟人致敬 台湾爱新也无落人后 以大米展现人道关怀 已经参与第三次 慈激东运发放的 茨瓦尼市新区警察总监表示 是否曼德拉的月份 台湾这份爱新格外有意义 台湾自2011年 今年起捐赠爱新白米给非洲贫固 八年来已有数百万人 因为这份爱新度过整个冬季 今年台湾捐赠了 约1220吨爱新米帮助落势 看着领导物资的妇女和孩子 各地展开校园 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但能全然感受 这份来自万里之外的爱与关怀